美国仍然未有明确的减息时间表 所以我们的投资目光不妨可以继续放在短期的定期存款上 5月汇丰银行快闪推出了3个月4.3厘的定存优惠 不过这个优惠只是做到5月13日而已 只有新客优惠是延续到月底 享受不了汇丰的快闪优惠都不要紧 我们继续为各位精算出5月 香港银行当中最高息的港元定存计划 都还有银行的3个月息口高达6厘 今次懒人包还包括了虚拟银行 所以大家看之前记住like和订阅我们的channel 我们才有动力继续更新 今个月4大银行的息率大部分都按兵不动 除了汇丰银行亦是推出了全新客户定期存款优惠 汇丰的卓越理财专上全新客户的3个月定存息率加到4.3厘 这个优惠需要在分行或电话理财开立 起存门栏是1万元的新资金 记得要在开户之后7日内使用这个优惠 而原有卓越理财专上客户同样是3个月定存 就只有3.6厘 而卓越理财和一般客户开立3个月定存的息率 就是3.6厘至3.3厘 各类型的客户在存额都需要港币1万元的新资金以上 渣弹银行今个月的存款利率稍微有提升 3个月的定存增到去3.6厘 6个月仍然是3.5厘 而长一些12个月的存期就是3.1厘 中银香港3个月港元定存也都是3.5厘的利息 6个月就是3.4厘 不过12个月的定存优惠就暂时取消了 恒生银行所有类型的户口3个月新资金定期仍然企运在3.6厘 而6个月就在3.5厘 上述4家银行的优惠门栏都没有变到 只需要传入1万港元和透过网上理财开立 以及需要传入新资金 除了大行之外 其实大部分银行今个月已经将定存的优惠减到去4厘左右 不过仍然有中资银行的短期定存优惠去到6厘 上个月提及的公银亚洲3个月6厘优惠 延续到去今个月底到期 透过手机银行基定存开立 首10万元的3个月定存仍然有高达6厘的连利率 如果你存满10万元3个月就可以蓄赚到1,500元了 另一家达到6厘式的是建行亚洲 不过它的开设门栏就比较高 亦都有存款上限 首先它的全新客户要去到分行开设贵宾理财的户口 而且是以新资金100万港元开立3个月的定存 当中10万元就会享有6厘的优惠 其余90万的连利率就会跟随银行的牌价变动 暂时是在做4.2厘 首10万元以6厘式计可以赚到1,500元 其后90万元以4.2厘式计 就可以赚到大约9,450元 合共3个月收息就是10,950元 如果拉云平均计都有4.300厘的连利率 仍然较其他银行高一点 这两间银行的高息优惠都是新客户专属的 记得看清楚条款看看自己是不是合乎资格 比较特别的是 今个月创兴银行新增了一个3个月的5厘优惠 但需要以指定外币兑换成港币之后才可以开立 如果有会对需要的你可以考虑一下 是以20万港元起传 指定外币选择也不少 包括美加、澳楼、英镑和日元等等 3个月最少可以收息$2,500 另外3个月息高过4厘 又没有指定是全新客户的选择 有大众银行 以手机开立定存就可以增加到额外连利率0.2厘 存入新资金50万以上就可以享有4.1厘的连利率 同样用手机开立 门栏低至1万元的3个月定存也会享有4厘优惠 低门栏之选就不得不提虚拟银行 多间虚银齐齐推出了优惠 基本上不同传期都会享有4厘息 其中在富庸、银行做3个月定存 无论是新旧客户、新旧资金都享有4厘的优惠 更加是不设有最低的起传额的 前身是平安一涨通的PAO Bank 3个月至12个月的全期利率通通统统一是4厘 门栏只需要100元而已 同样是不分新旧客户和新旧资金都可以做的 总括来说,今个5月的高息定存优惠都有附带条件的 全城最高的3个月港元定存优惠有6厘 是建行亚洲和公银亚洲的新客户优惠 但是留意两个优惠都有存款上限的 而4大行除了汇丰之外 其余都没有推出特别的优惠 中小型银行有部分优惠仍然都挺吸引的 例如大众银行,而它的门栏也不算太高 如果是新手做定存,不想太复杂的话 就可以考虑低入场费的虚拟银行 以现有资金存款就有4厘 再次提醒大家 每个优惠都可能有特定的要求 记住看清楚条款细质 或者直接向银行问清楚才下决定 资讯栏有持续更新的文字版 click进去连结就可以查阅更多的定存优惠资讯 请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记得按下小小钟 请订阅我们的評価 第三个按摩 请订阅我们的評価 请订阅我们的評価 内容 我们的证度 还会有证度 我们的評価